花香洒落在每一个街角 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 我的心蓬蓬的小路乱掉 我听见爱情的讯号 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 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 因为你每一天都不单丢 拥有忘不掉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到最后 告诉你有你就足够 我会在你的身边 等待着你的发现 穿过着重重 无意的人世坚毅 说不出再见 我会在你的身边 无论是什么今天 无论是天也八天 你的可爱都会多一点 我会在你的身边 沏 they're not Ś 卢 船 你说什么 甚麦 我的由 红星星 现在你是我的女人 你要习惯我来照顾你 可是我不用你照顾啊 那你说说 你想怎么照顾我 我可以帮你提东西啊 可是咱们公司那些箱子 少睡也有十几二十公斤 我怕你提不动 那我可以帮你整理文件 不用啊 您听说已经帮我做了一个自动整理文件的程序 我现在都不用手动整理了 我还可以给你做饭 照顾你的饮食 嗯 这个倒可以 不过 你会做饭吗 我不会 可以学啊 行了 我知道你想照顾我 给我安全感 可是我现在已经很有安全感了呀 倒是你 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哪有老板给下属拿东西的 男朋友帮女朋友拿东西怎么不行了 嘘 嗯 对 男朋友帮女朋友拿东西受伤的案例呢 现在越来越多了 而且 这种受伤呢 不纳入医疗保障范围 所以我们在研发新药的时候 一定要以低价为主 洪德柱 这些话你记下来 记得帮我转告周总监 好 好 你看 刚刚多危险 上班时间我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不要做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 你这迅我的口气 也不像下级对上级说的话 魏总 你有什么事情请吩咐 好了 还有六分钟开会了 走吧 请 好 那些病毒的工程是准备 我不忍着想联系 请联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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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他的表 好 阿尔芳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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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再见 谢谢您 再见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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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监控 不如我们回办公室 你想什么呢 我是让你记住我手上的味道 我觉得那些俄罗斯人有问题 而且刚刚我问了翻译 他们是自己开车来的 刚刚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意义 点 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所以 以后你要习惯这一切 走了 我们去看看 走走走 这家企业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 虽然是刚成立的小公司 但发展很快 负债率低 而且信用记录良好 领头的俄国人是老板吧 对 他们老板亲自来面谈 很有诚意的 开会的时候我听他说 他这是第二次来中国 对 那他之前应该不懂中文吧 对啊 你发现什么不对劲了吗 我观察到他听你说话时候的微表情 他应该是懂中文的 懂中文应该对合作更有利 可他们为什么要说谎 为了让自己履历显得更加干净 他们想掩饰 掩饰自己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事实 不好 不是中国 是广泛使用中文的华人聚集区 比如边境的某些国家 会不会和旺达集团馆 你是怎么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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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腕表 他的手长期佩戴腕表 所以已经被晒出了表痕 但俄罗斯的阳光没有那么厉害 还有 你记不记得我手上的味道 我特地在跟他握手的时候 沾到他袖口上的味道 这个味道闻起来 就跟我当时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闻到的当地香氛的味道一样 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是刚从国外那边度假回来 不排除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很奇怪 也许是我的印象太刻板了 不过 他对手表的品味 确实让我有一些怀疑 根据我的了解 像他这种身份地位的俄罗斯商人 大多都喜欢 亚罗杜柏和狼宝 而他 而他带的是阿尔法 硬通货 我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特地留意过 只有那些不法商人才最喜欢 对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阿尔法的爱好者 不排除 不过别担心 合同都是经过法屋再三核对过的 在法律层面上 不会有任何漏洞可钻 他们向我们付款 我们给他们发货 这中间很难有纰漏 你看 那是阿尔法尔 是在网上的 是 是 等等 不用追了 为什么不用追了 我们得看清那个上车的中国人是谁啊 我总觉得他很眼熟 不过 我们看一下录像就好了 哪里有录像啊 前面那辆车的行车记录仪 肯定记录下了他们上下车的过程 行啊 才跟了我这么一会儿就学会侦查技巧了 聪明啊 那是当然啊 所以 你要不要给你聪明的男朋友一点点奖励啊 找出信息 这么快就找到了 不愧是聪明啊 我去看看 你不能去 对方情况不明啊 太危险了 这不正应该是星星姐出马的时候吗 就是啊 我的意思是 公司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星星不能走 我们俩可以先去找车主 我们俩可以先去找车主 回来以后我再陪星星减下班 那就更不能去了 我是说 上门沟通这种事情 星星不在好 她容易跟人打起来 我怎么就不在好了 我 上门沟通 我在好 我去 我去 灵婷 你陪我 我 怎么 不愿意啊 我 行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各位开始行动吧 星星啊 我的电脑坏了 我需要你帮我修一下 修的不超我吗 啊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已经给你看过了 我的员工牌也给你看过了 我们真的只是一家医药公司 不是狗仔 那段视频关系到我们一笔大订单 请你帮个忙吧 十万元 只要你把视频给我们 钱立刻打到你账上 小姐姐 想看我直播的人多了去了 你觉得我在乎你那点钱吗 我想那个视频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你给我们视频我们给你钱 这叫双赢 多好 你们快回去吧 我马上就要下一场直播了 我再给您说一遍 我们不是狗仔 并不是要窥探您的隐私 只是想查看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而已 这样啊 那过来坐下谈吧 坐 怎么回去了 经典一幕啊 没事吧 这把坏椅子啊幸亏没扔 正好派上用场 你过分了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想给你们上一课 比如这视频 你肯定不想让别人看到吧 同样的道理 我车上的视频也不想给别人看 听明白了吗 快信 我们走 不送 不送 你在干嘛 喂 别走 干嘛 干嘛 你哭了 有人擦擦啊 我不想哭的 还疼啊 有点疼 哪儿啊 屁股 那我 你往哪儿看呢 小屁孩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什么也没说啊 公司的对外交流以前都是我负责 都很顺利 从来 没有人这么对我 他们都很喜欢我 我讲话得体 长得好看 你笑什么呀 我不好看吗 我不是在笑这个 那你笑什么呀 你好看 我 你再说一遍 你好看 你特别好看 很喜欢的 平时总是见你一副凶有承住的样子 还以为什么大风大浪都难不倒你 看上去像个女强人 怎么今天就这么一点小挫折 就能让你掉眼泪啊 多了吧 我才不会被这些小事打倒 他们是烂人 我又何必被烂人的所作所为惹得不高兴 那视频怎么办啊 咱们不能凉水空空地回去了吧 当然不会了 这个包比不想刷视频资料是他的自由 这没有什么对错 但胆敢不知死活地欺负我的人 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什么你的人啊 我们的人 我们认识的人 我 搞定 走 看我怎么替你报仇 等等 好 刚好看了 有嘴滑舍的你 怎么又是你吗 还不长记性 在你说出什么不当言辞之前 你先看一下这个吧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 你不小心看到了这些 你 买热搜炒作的证据 和小模特不当的聊天记录 还有个最震撼的 你整容前后的对比图 不知道你是想先看哪一个呀 你果然是冲着我来的 不好意思 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但你欺负了我的人 现在就必须听我的 第一 马上给他道歉 对不起 第二 把刚刚录的视频删掉 第三 一个小时之内 把我要的视频 发到公司的邮箱上 手机里的东西我都会删掉 我怎么知道你删了 我能删掉 也能让他遍布全网 你 只能选择相信我 我们也没有恶意 只是想教你上一课 怎么尊重人 走 你这太厉害了 你没有看他刚刚那个表情 太搞笑了 没想到你还会这个 你没说 你休息啊 女生刷倒 男生不是应该挺温柔的吗 你怎么 怎么这样 你放 放我下来 我放手 你必须要我删一次 是迦勒之药的马三 这个马三和俄罗斯公司合作高贵 它图什么呢 这笔订单明明是下给我们的 我听说迦勒秘密囤了不少原谅药 会不会和这个事有关系啊 迦勒囤了什么原谅药 这个 我不知道 莫非是他们两方联合起来 给咱们做了一个圈套 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囤的是什么药就好了 我都不得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不可以吗 总裁办员工重点 闲杂人等禁止入内 这是公司规定的 我在帮他测试 说是文件整理程序 不算闲杂认同 红星星呢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二十分 已经是员工的自由时间了 员工下班以后的去向 老板没有权利过问吧 我是红星星男朋友 男朋友 我当然有权利 我就随便问问 他出去了 去哪儿了 你找他有事 我说了我是他男朋友 我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明婷 您给我听好了 要不是怕星星不高兴 我会站在你面前 就现在 大声地告诉我 我 未来 是红星星的男朋友 没事 我走了 没事 我走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请我们吃饭啊 魏蓝 魏蓝 你怎么了 别问了 你看就是感情说错了呗 不会吧 今天那感情还没两天 就出现裂缝了 今天上班就不见他人影了 给他发信息 结果 晓晓 你去哪儿啊 晓晓 你跟谁在一起呢 晓晓 你在干嘛 我在忙 你在忙什么呀 会不会呢 没了 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天才就这么对我 真是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嗯 红星 喂 晓晓啊 魏蓝 我跟你说几个药名 你记一下啊 魏晓晓的电话 尿酸 本分 还有马来酸绿本大品 谢谢 这些就是加了近期购入的大批原材料药 你缝哪儿弄到的 说来话长 大爷 我想看一下咱们这个仓库的入库清单可以吗 姑娘 你说什么 我说大爷 我想看一下仓库的入库清单 这个不行的 不可以的 大爷 大爷 我是采购部的 然后不小心把这个采购清单给弄丢了 我就怕我们主管会骂我 所以才想请您帮忙 您看 我知道这个入库清单和采购清单呀 是一样的 所以 您就帮帮我呗 那我去抽根烟 抽根烟 谢谢您 多亏了 林婷 我给酷管大爷上供那两包中华 您可得给我报销啊 没问题 给你报两条 醒醒啊 今天是咱们两人在一起的第二天 不好好庆祝一下 我怎么觉得不太真实啊 我订了餐厅 您等一下 好 那你把定位罚我 我这就过去 哎 有个特种兵出身的女朋友 就是完全感啊 嗯 资料合得怎么样了 完全一致 我们 上套了 星姐 你怎么打过电话 比初容成功还高兴 有吗 有 我帮到了蔚蓝 我是个好女朋友 当然高兴了 那是因为 我作为员工帮到了瑞士 当然高兴了 走吧 我再去回公司 老魏总 喂 我模拟了佳乐可能的动向 做了两个应对的策划案 孙秘书 等下我发给你 你记得交给采购骨实施一下 嗯 周逸林 吃一口 公子减半 哦对了 孙秘书 你记得和欣欣说一下 这个 是我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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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蓝 我有事晚点过去 你要是等不了我就先回家吧 嗯 嗯 嗯 魏总 偶尔你还是可以把面子放一放的 联系一下他吧 我是不想给他太大压力 二十四小时位置监控 打不通电话就夺命梁欢高 那是疯子谈恋爱的方式啊 嗯 好吧 王承认 我内心 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哎 行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要问他 他为什么推迟我们的约会 而且 他如果跟别人在一起的话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他们什么关系 我都要问清楚 我要告诉红星星 我身为他的男朋友 我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并且 我生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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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接你 他说他想见我 我现在 就去质问他 你刚刚看到未来的表情了吗 怎么也都快连到耳朵根了 谁没打 你啊 不是 你也太苦了吧 健康 你也太苦了吧 你啊 什么事啊 我知道公司又遇到了麻烦 我请你转告未来 让他不要倔强 有事可以随时回来找我帮忙 老魏总 老魏总 恕我直言 您想拉近和魏蓝之间的关系 不是利用他回去 而是 要直面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是我儿子 没有谁比我更爱他 我知道您很爱他 但可能 您表达爱的方式有些欠妥 您可以试着 用魏蓝需要的方式去爱他 他需要的方式 嗯 就像我和我爸之间的相处 我们的关系就是将心比心 您也可以和魏蓝多交交心 魏蓝需要的 是实实在在的语言和幽貌 我也想跟他说话 可是他不爱听 我也想拥抱他 可是他不要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 你就没有资格批判我 我只是不想让你独自承受这些 而且 而且你爸也是真的很想你 够了 醒醒啊 今天是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二天 不好好庆祝一下 我总觉得不太真实 我突然明白了 那天魏蓝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也理解了魏蓝为什么那么执念于恋爱的仪式感 我没有经历过他的成长 所以不懂他看起来强大的外表下 心里有多孤独 多缺乏安全感 现在 我是他的恋人 是站在他身边的人 对 连我都不能给他真真实实的安定感觉 他该有多难过呀 晓晓 肚子 它就让他调整 你 我的天哪 看到你 有没有 那谁 你 好 感谢 都能和你 我只你先是个性感 简单 刘晓 的 他想让你传什么话 他知道最近公司出了大麻烦 他也很想帮你 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就联系他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因为 刚刚我说到你爸的事 你不开心了 我在想 为什么我的女朋友这么贴心 这么懂我 还这么关心我的感受 不不不 我刚刚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 毕竟今天是我们 谈恋爱的第二天 我不该把你丢在那儿 自己跑出去 而且我这个人 在感情上也比较慢热 比较笨 可能跟我在一起 也不是一件比较开心的 我会把你丢在我身旁就不害怕风浪 也许夜晚很长 我会陪你一起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抑郁了 我说老周啊 你好机友都脱单了 你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 我自暴自弃 谢谢 孙美希我告诉你啊 我周一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见色忘义的人 你看蔚蓝看见红星星那个柴妹的样子 你说我能不嫉妒吗 厌恶 你少喝点啊 酒喝多了伤身体 麻烦照顾一下我朋友 别让他喝多了 好的 那我先走了 不是只有走啊 拜拜 你把蛋买了呀 再来一遍 我来吧 好的老板 卫兰 你因为一个女人你就把我给抛弃了 是 我承认 红星星是挺好的 可是她能成为你的指引吗 不能 她能和你聊细胞密体的靶相治疗吗 不能 她能和你聊第一个提出 囊炮运输系统的诺贝尔奖得主 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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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迪谢克曼 对 兰迪谢克曼 客人 你熬的酒 不是 你不让我进去我不怪你 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看她她 好的女士里边请 请 先生 请出事邀请来 怎么不喝 你说 这杯酒 不合你的口味吗 如果喝不惯纯的 可以兑点汤沥水中和一下 我 我不需要这样 那你需要什么 你的 联系方式 对了 昨天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帮我出头啊 幸亏有你在 不然 如果是我一个人 肯定要被他们欺负的哭着跑回家了 哭着跑回家 你还会这样 曾经有一次 那你没有报复他们啊 我爸当然把他打了一顿 扔到了江里 又唠唠上来 我爸他就是太宠我了 过度保护 没事 下次再有人欺负你 找我 怎么并不渲刃地解决他 对我这么好 那又爸爸不宠女儿呢 好啊你 占我便宜是吧 快叫姐 姐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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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希姐 好了 聪明的 睿智的漂亮的美希姐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迈出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步 这是给星云姐的情书 我写好了 别劝我 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目光望着你背影的方向 看着你心忍不住傻想 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 总多知一份倔强 不曾留下一次这般的逞强 四眼亮与掩饰过悲伤 何时能卸下所有伪装 不再重上遗忘 不会再这样 你陪我走的路 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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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兼顺没有 海茫茫 你在我身旁 就不害怕风浪 也许夜会寒暢 我会陪你祈祷 我会陈光